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车是谁陪你上的高速 第一次合租是跟谁 第一次点外卖是跟谁 第一次看 咱们俩人看的电视你都忘了吗 我都记得了 曹赫阳虽然是贺字科的大师哥 但是云字科的酒局常常都有他 因为进入德云社的时间早 当时与云字的弟子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雨 形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事至今都没有人能超越 在郭德纲的众多徒弟中有一个分水里 那就是有没有在师父大院里住过 有没有喂过狗 如果有那就是地位的象征 绝对是郭德纲亲信中的亲 说出来都感觉比其他人高一等 你可是不是养过狗吗 没有 那你歇菜了 你喂过狗吗 当然了 早期郭德纲在北京租了一个四合院 因为师娘比较喜欢动物 漫漫的家里竟然积累养了四十多条大狗 而喂狗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的徒弟们身上 包括月云鹏孔云龙 卵云平烧饼还有曹赫阳 这个喂狗不单单是给狗喂饭这么简单 包括了产狗屎 打扫狗圈 然后遛狗 甚至给狗接生也得会 什么什么狗都喂 我还会接生 对 这是他提到独特的地方 很多人可能会说收徒弟不是学校上的 怎么当成自家掌公使了 其实对此 于谦也曾说过 之所以让他们去喂狗 也是为了考察徒弟的品性 每天早上喂狗遛狗 给狗洗澡 日复一日 能把狗照顾得无微不至 间接证明了他们善良踏实的本性 如好吃懒做的人根本留不下来 其实徒弟们之所以以此为荣 还是因为2005年之后加入的徒弟 是奔着供富贵的 德云社火了郭德纲名其大 而他们那一批加入德云社的人 要么是某个手艺却前途未 要么就是纯纯的喜欢奔着巷上来的 毕竟那时候能靠此混个温饱 都是好的 实实在在跟着一起共患难过的 动机和出发点 完全不能和喂狗的几位相提并论 这就是资历的象征 而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身份不同的 就是曹和阳 所以他虽然没有云子 但在感情的意义上胜似云子 一场生日宴差点把十三太保聚齐 孔云霞老师 哪怕是在郭德纲面前 他也是与众不同的 而且他跟岳云鹏的情谊之所在那么好 不仅仅是因为两人一起合租过 他们还拥有很多个彼此的第一次 现在网上还有他们的拍的Vlog视频 虽然像素很模糊 但他们的快乐一点都不模糊 我从来不想跟人 词不少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就连他的搭档都是喂狗喂出来的情谊 或许是特别的缘分使然 曹和阳来到德云社认识的第一个人 就是烧饼 那时候他刚到后台 就被郭德纲安排在侧幕条看别人演出 烧饼这个莽撞人 上来就是一巴掌拍在肩膀上 如今两个人的搭档默契 也大抵是离不开那段养狗的岁月 十几岁孩子在一起的友情 没有任何杂志在 也就更为深刻 那时候小四睡在烧饼上铺 每天早上八点半 烧饼起床后就把小四踹醒 然后一个在小厨房做饭 一个去大任里牵狗出去溜 等曹和阳回来的时候 烧饼正好也把饭做好了 然后美好的一天 都是在把狗喂完再开始的 作为都爱碎碎念的相声演员 曾在谈到为彼此做过的感动的事情 烧饼露出了他标志的大白牙炫耀 前两天曹老师特地为我买了一个 特别贵的皮衣 鞋上的时候太帅了 人生中有几个特别冲动的小伙伴 曹和阳则感性地表示 这么多年遇到的阻力有很多 但一路都有彼此互相扶持 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两个人一直坚持到现在